管长被抓包领千万补助喊冤 陈怡狠戳最大盲点 被酸钢好而已 管长陈志涵曾在2020年3月放话 如果收益毛钱政府补助 他就是婊子 境遇却有网友翻出 管长的健身房申请纾困 补助高达969万元 对此管长昨直播强调 这笔钱是给员工的薪水 让陈怡忍不住发文狠戳最大关键 你自己把话说太满啊 放话不领补助款结果还领 被酸也是刚好而已 又单引号 2020年3月管长曾直播表示 我陈吉思汉在这边讲 我答应政府 补助我如果收益毛钱就是X子 同年5月再强调健身房 符合纾困条件可领2500万补助 但他不想造成政府负担 所以会把资源让给需要的人 结果有网友查询体育书网站 发现健身房在纾困补助事业名单上 输入筒编及负责人名字 共有4间公司拿到补助金 总计969万元 对此馆长昨开直播不满回应 为什么你一直将补助款 为什么你要一直打这个补助款 我觉得你们这些人很奇怪 为什么要打这个补助款 这补助款全民都有的 很多企业都有的 为什么你要打我补助款 但陈一指出问题 你自己把话说太满啊 放话不领补助款 结果还领 倍酸也是刚好而已 要他不要硬哦 今晚直播不如就说 小宇 把最顶的女表X签出来 然后小宇就来签你 再说 我就是女表X 不信你问我聊天事 感谢您收看Mon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